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们今天这个视频呢 继续的来学习瓷器鉴定当中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元代的元清花的 玉石公救主的这个大罐的便尾 因为呢 现在这个元清花的这个热度一直不减 所以呢 市面上出现了太多的这个元清花的房品 那我们怎么样去辨别这些真伪呢 我们就今天来讲一讲这个玉石公救主 这个图文这个大罐的这个便尾 好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个 玉石公救主这个图文大罐的便尾 首先呢 就是看一个瓷器呢 首先就要看他的胎和幼 他的这个幼呢 元清花的幼呢 清白幼暖白幼啊 他这个虽然又发青 但是呢 这个火气太重 一看就是还烫手啊 这个就有问题了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整个这个文士 然后他的文士布局以及绘画的这个风格 那这些呢都可以去访 没问题都可以访 但是呢 你访的像还是不像 还是是不是真正道代的东西 那么从这个画工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问题 那这件房品呢 这个画工呢 不懂的人呢 觉得画的不错啊 挺好的 实际上问题很大 我们看啊 我们看啊 这个这个这个人物这个脸这个部分啊 开脸这个部分啊 然后这个 雨池宫啊 和这个雨池宫啊 差得很远 这个打琴的这个人和这个大家就能看出来了吧 这件是在波士顿的这个博物馆里的馆藏的啊 然后这个这个清料呢 发色也不太好啊 这是这件房品的里边的情况 他想要纺成所谓的原青花的那种成型的工艺 但是原青花不是泥条盘柱的 原青花是磨印的啊 磨印成型的 然后磨印 然后他又在啊 用泥接起来的 所以呢 他里边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再看呢 就是他的这个胎 原青花这个胎呢 你看看上去 这个是啊 真品的 你看上去他很粗糙 但是摸上去很细 这个一看就是非常粗的 你不用摸 上手摸也是很粗的 因为他想要做成所谓的那种 胎的情况啊 是不对的 然后呢 原青花呢 这虽然的这个底足这边呢 也上也有一些这个 柚粘在上面 但通常呢 他们会来个一刀两刀的 就把它大致刮一下 这个连刮的没有刮 这就不对了 这是 鉴别中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欢迎大家的转发 我看下一个视频 在这里 就在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来看看